下水道做得越好 環境就會越好 就不會有污染 但是我們這個下水道 做得最好 但是台南市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古都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進步的城市 跟這個文化要結合在一起 從110年開始做 110年在普吉店有做了30個 111年也做了30個 那今年是在蝸牛巷這邊也要做30個 也就是說整個讓這個文化 跟這個水利能夠結合在一起 這一次的人孔蓋在那個蝸牛巷的周邊 然後我們設計了三組不一樣的主題 那主要是針對葉石濤跟宮古座 然後沙濤宮跟寶溪宮 那分別是依照這邊的歷史 跟相關的人文的故事來做發想 葉石濤其實就是住在這個蝸牛巷弄裡面 那在前方就有一個早期的戲院是宮古座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意象結合起來 這邊是早期五條港的範圍 那在廟前面其實有一個浪湧沙濤的地理環境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意象做了第二個圖像 那第三個寶溪宮呢 它比較有特色的是一般的宮廟裡頭是七爺八爺 那在這邊我們這邊是韓德爺跟盧青爺 那據傳是一百五十年前 那出巡的時候他們就留在這裡 對這個溫暖和什麼都做 尤其外界來到這裡 都會適合作留念 學會說這個很好的 外面都沒辦法去看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台南作為一個歷史古都 許多處處地方都有讓人家發肆鼓悠閒的地方 也看到了我們在我們無水下水道的這個孔蓋上面 能夠做一些城市地理相互連結的 之前我們在水仙宮永樂市場 之前我們在普濟店 那現在在沙桃宮以及這個夜石濤故居的地方 我們也一步一步的推進 很多人走路低著頭是在滑手機 但是如果你滑完手機可以看一看 我們有些地方的這個人孔蓋的時候 事實上也會覺得說這個人孔蓋不再那麼枯燥無味 不再那麼樣的制式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在一個城市裡漫步一個不錯的地方 但是我們很希望說 藉著這個無水下水道人孔蓋的一個重塑 能夠讓民眾也好 讓觀光客也好 讓地方的市民朋友們也好 都能夠記起過去的歷史 緬懷過去的這個那段文化 以及能夠成為這個文化活動的推手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收看中家台南台風新聞 那邊有一連傳的新聞報道 帶大家坐回來關心 十何家都經過大火清晰的台南 民眾不賣心情要不拿 今天11號射西南方影響 又下去大火 市長為天6點42分在臉書發布消息 不過網友也正說市長發布是要全部停班客 這個內容 卻是點出不前台南的火龍類設備 提醒大家要注意好好 所以網友紛紛的臉書老爺 為什麼沒有要停班客 這期市長這個火也夠標準嗎 只是11號市長並沒有算不停班客 但如果雨量很大的話 我們也真的沒有辦法 只好這個停止上班上課 但是因為根據中央氣氧局 以及實際測的雨量 現在的雨量並沒有達到這個停班停客的標準 那所以說我們還是希望說 不要再下雨最好 我相信民眾也不是為了想下班下課 來這個敲碗 民眾是因為他們生活真的是比較不便 這一點我們還是謝謝民眾的合作 但是十何在阿蘭区 累積港湖19.219.5核米 轉台熱上桌 則顯得出潔水淫水 但是在海應變中心 經濟提升為利益開箱 其中馬關港阿蘭区海外 調水站賣食餐 要求企護團隊 確保調水基礎的援助 各地的這個抽水站都緊急啟動了 那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這個水 水位的也相當高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我想 努力來把這個水 淹水或短岩石強降雨 所造成的災害 能夠降到最低 能夠盡最大能力來保護 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暗區地勢比較低 剛才河大河來水就不容易擺出去 水裡叫汽收現件大型抽水站 來改善容易營水的狀況 等來新聞 郭文貴 蔡康報道 市長恩惠帝特別前往海外的抽水站試差 要求企護團隊以最快的速度處理 將在海降到最低 企護表示 為解割水煩問題 企護已經進出跟弁力三億以上 新建安安区安重抽水站 港町已經今年車重工 新國港町有夠在明年九月完工 這次營水的問題 應該可以明顯改善 由於瞬間 這個 對勒系統 下降雨很嚴重 那所以說 其實坦白說我可以看到剛剛 我們的抽水站都已經啟動 那 以我現在所在的這個海外 抽水站 一小一秒鐘可以抽四噸的水 4CMS 另外一個抽水站可以抽 海環抽水站可以抽 3CMS 這3噸 也就是這沿線的 抽水站 一小一秒鐘可以抽7噸 但是這還不夠 我們在建構中的這個 這個安中抽水站 一秒鐘可以抽36CMS 一秒鐘抽36噸 那可以明年度 就可以明年底才可以完成 那是因為當初 2018年0823 湮大水的時候 那時候總統有來 特別提供要興建這個新的抽水站 所以呢 新的抽水站如果明年完成 我相信大大增強了 這個排鴻的功能 市府水局 今年啟宿 形建大型抽水站 來改善 用於鴻醉進行 近期已經有炒火鳥 抽水站完工 後來還有海當地圖 和安中抽水站 形建當中 願望可以透過抽水站 新建工廠 可以優惠改善 阿南区 地勢角度 用於這次的問題 記者中設議 蔡鳳佛 新台便衣 度過過期三年 的疫情調整 將這個一千天的危機 結合疫情和行政靈緣 將典型應變 和一行力的 抗疫經驗 請理性 一本新台便衣 抗疫即時 新冠起司路的新設 由於校長沈夢如 和新台便衣的議長李經緯 以及座委的醫護 和行政靈緣 共同發表 便衣議長 和義務秘書表示 出席的目的 不是在典型和宣誓 立即將控疫當中 特別的邏輯思維 和行政的骨折 提供他給他當了 一個制限和強行 在上司的時候 全世界在八千多個人 這個得上司 2003年一次 七百七十四個人死掉 所以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死亡率 那這一次 這個scale更大 全世界死了幾百萬人 他的死亡率大概落在百分之二 大概都知道 沒有那麼致命 可是因為他的傳播太廣 所以他對這個社會 經濟的殺傷率其實更大 更大 那這裡面 我想每個都是 都是英雄 我自己也經歷過2002年 上司在北台灣的狀況 在當時他留下資料非常少 那我們在整個看一看 其實就非常有意識的 想說一定要把這段過程當中 一些邏輯的思維 重要的行政決策 那對公眾的一些參與跟科研的發想 都要把它記錄起來 我們的參與不是只有參與我們現代的時代的 我們是要參與未來 不管是民眾還是科學界還是醫療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實力 也就是這段書 的產生流的來源 新台病院對2020年2月5日 接著一名醫師競爭 跟病院來求證 這天確定為 台南第一的新冠危險個案 面對新的團量一倍 雖然進行2020年 有30的經驗 不過新台病院還是全體總統園 發揮台北病院的社會角色 推動科學公益 以專業的作用發揮危機 成功來度過抗疫這1,000天 台南新聞您跟採訪報道 十好在台南市小鳳教 這張救護車的觀景意識 特別感人和相感 因為這台救護車 是用16歲的少年 卓千勇的生命換來 卓爸和卓媽 將學生請給四望北上京全所關出去 還要一台救護車 要來關注市府消防局 希望發揮愛為大愛 可以幫救更多補過世命 感謝老天神奇的巧合 也讓他捐贈到了我們生活區域的安定消防分隊 就像患者不同的形式 仍然守護著我們大家 當然希望大家都不會用到他的時候 我們也請千勇要保佑這台車上救護的患者 都能夠安康 感謝協助這台救護車能夠成功捐贈的所有人 市長文貴也特別出席議席 代表市民向千勇以及千勇的爸爸媽媽 表達感謝 今天的捐贈千勇一號特別讓我感到揪心 也感到感謝 為什麼 因為千勇用生命的代價 以及捐贈救護車的方式 能夠提醒大家重視交通安全 千勇爸、千勇媽也特別提到交通安全教育 不管是對學生或是對接送的家長 能夠強化交通安全教育的話 當然一定會更有效的養成交通安全的習慣 以及內化為自己的生活方式 這一點我們特別特別的謝謝千勇爸、千勇媽 能夠讓千勇的大愛延續 也能夠不只是在救護車之外 能夠讓交通安全生殖人心 千勇的北部在關城的勢後 也跟市長文貴交往意見 表市現在後方交往傳道 只注重在國小改端活動 希望對著各國中也能夠補強選擇 加強核心方向意識 劃面反省發生 既成長設備 蔡鳳伯樂 這個遊戲 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超級小改端活動 但是,我已經有機會 太多了 超級小改端活動 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加強核心投票 都會進行的 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都會進行的 所以,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在安兵路这间台南炒虾饼行上馆 是国内地名的团国海鲜饼卡卡10片 开了像百万 接下来日本地名的动漫IP商品 創立第一间完美打卡的行上馆 在和上后正式进出安兵 希望在安兵黑拼以及战区 开創不一样的好资味 因为台南它是虾饼王国 那卡卡做海鲜饼干 尤其是虾饼是卖得最火红 那从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所以想说17年下来 所有的渔港海港全部都是卡卡的海鲜饼干 这么受欢迎的饼干 所以我们就先来台南这边立足 然后希望能够开一个形象馆 然后尽量往这个年轻化 然后青少年喜欢的一个IP的动漫 然后一起做结合 我们来做一个有活力的 然后又活泼的一个海鲜饼干 尤其是虾饼要往国际化发展 传统虾饼我们不可抹面的是 它是传统下来的 是用蒸出来的虾饼 它把虾肉放在面团里面蒸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传统下来的一个好处的虾饼 这个是没有话说 不过卡卡的姜烧虾饼 它是用烤进去的 它是把虾肉变成一个海鲜酱 烤在饼干的表层 所以呢 它的做法又跟传统的虾饼不一样 那当然卡卡有传统的虾饼 也是有烤出来的虾饼 都不一样的口味 所以呢 口味非常的多样化 欢迎大家可以来品尝看看 在台南的美食里面 安平是虾饼 是很竞争的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卡卡姐 她愿意来安平 做这个插旗的动作呢 那证明说 他们的公司经营的相当的好 我知道他们的工厂是合格的 是有ISO认证的 有HACCP 它本身在网路销售 甚至于在国外的一个贸易上 都做得相当相当的好 但是它为了要让虾饼的 推广的更好 所以说它选择在安平 虾饼的故乡来这边做插旗 最后的开幕式 包括台湾食品发展协会 台湾糖果饼干 东亚工会 以及台南盘酒类 三亚发展协会 新闻都搞定出色 专闻都搞定出色 在开幕第一天就去明北市的UK 跟观光客进来 我们从新北市永和来 然后对我们就是一路玩下来到南部来 然后是要来看那个节目 就是那个神秘五金行 然后刚刚看到这边开幕很多人聚集 想说这是哪一家店这么好吃 这么多人 然后刚刚现场买的真的很好吃 因为它跟一般的虾饼不太一样 它是硬的 我们刚刚沿路是有吃 那个是软软松松的 然后刚刚又听到有一个嘉宾说 它甩油45%然后想说对健康很有帮助 所以觉得很棒 欢迎大家来买哦 很好吃 怎么样好吃 来咬起来怎么样 就是很脆 这个很脆又很硬 然后它的口感很好吃 在开幕期间 业者除了借出油肥的好力 另外还有饮料百勉肥无限畅营 每天具有百月亮泡泡虾饼 含两十块的铜板价以及明星餐点海洋烧订 在开幕切过后 业者也跟动漫的cosplay做回菜鸡 共同为台南朝鸭饼来参团 台南新闻人跟菜红博德 日空日沙很可以 青年四角技术背略的各位 第二栋电缆住日恒 在国内台南新华比哈冠开店 电缆以压上技术为主 电厨七位技术家 透过没同的媒体 所为技术压上手法 充两个作品 再来压上技术的香烟 这次的作品最主要是说 我们希望将艺术家所展现的 每一天的日常像一种遗迹一样 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 驻日恒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里面 提炼出非常的一个概念 从作品里面去展现出来 这次作品是我的 碩二的时候我所做的一个日光浴计划 那我结合了我们在那个逛卖场 尤其是特别是电视区域的 这个观看的经验 苏天人家为高零三十五岁以下的技术家申请 日常的青年技术家 可以展出自己的作品 并且资格资金 技术家的负责来报电 而且不能支持青年技术家 当时也不会用青年赤店铃 从2020年开始筹备 青年艺术家的赔力计划 那我们希望呢 以生活美学馆这样子的角色 可以培育我们年轻的艺术家 我们希望呢 除了培育青年艺术家之外 也可以培育我们的策展的团队 这些艺术家都是争选进来的 所以其实不是透过我们去挑选 所以其实概念上就是从 他们提出来的作品去思考 那其实因为大家的作品 关注的面向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如何 就连在选名字的时候 其实老师们也是伤脑筋 所以在最后我们在写这个论述的时候 我们就是尽量的可以把大家都 有点像韩娜进来 希望借着电影的过程 每一个青年技术和赤店铃的电影经验 同时提供有实力的当代技术創作 这些作品将你非常得丰 欢迎大家的真往显胜 大人心病顺怀的彩虹报道 六七一粒一粒拉得来非常浪漫 二十三段流七后 只一类阴线座流七后 尤其最大会在八月十三号的 岸时八点到零星三点 用蜜蛛地可以看到 每点钟可以看到八粒七 整个流星雨会出现 其实跟彗星有关系 当它受热会产生小碎石 碎穴以及整个灰尘 那当我们地球刚好穿过 这个彗星的轨道的时候 那在这个碎穴就会跟大气层产生了一些作用 那这个流星雨就会形成 为了配合这波流车后 来源天文管当天晚上的办理关切瓦档 提出天文鸦来江泽 调查关切一起成功桌篮 并当部提供设定立法给我们 那当然我们比较更浪漫的是 希望能够许愿 所以希望说我们市民朋友 能够利用我们8月13号晚上 来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那直播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有小礼物 来送给各位关心天文的好朋友们 天文关键仪 如今想要关切的民众 可以删到较暗 时较高的地方 可以看到很少的流星雨 不过也要看东京的天气状况 要么就策过这波也没要紧 少了来8月17号 有1年几多的土星虫 8月31号 还有超级蓝月 千万爱饭的机会来观想 达南新闻综合报道 卫庄里外的UK 青山省台南 丹市广工旅游 今年苏格 推出隔壁路由秋色 十合并且隔板做社会 包括几乎团队 台港国家共同管理处 入行广工发展 并定三驾龙九州正式发表 市长 还有许理议员 转转玩台南 台南低碳旅游 中文光队酒色 正式阿秦汪 这个低碳旅游 在台南特别式 加上台南的火车 按针而已 一直弄到我们隔壁站 公车 公车的系统又有环境 最近我们天派 今天代表也来 加上天派下去才好 坐灰车 看风景 坐公车 有点性 站在台湾 先走满营营 所以在台南 这种低碳旅游的交通 这个游程的规划 就特别的有特色 九州共同地 在明路由北台 北京.com所推荐 专举 10大英雄路由夏期 台南先为台湾第一 阿珠为你 理算的夏期 所以要请大家 用台中文书来台南路由 在台南 青山 四国大人文景点 在这搭配 手机发行 推出几张 提供话题 下载 入行台南APP 在今年对 进行完成 台湾 参加提供 今天新闻 顾文吉 彩虹报道 暑假到来 请只出游 想要来趟不一样的旅程吗 国家艺术殿堂 魏武营艺术中心 在这次暑假期间 特别跨业结合 知名饭店业者 推出景点旅游 住宿懒人包之外 更有主题套房 和魏武营艺术中心的 同步优惠 让艺文响宴 也加入了旅游市场 因为我们在魏武营 有很多国际来的 这个表演团队 尤其是交响乐团 或是说国内 从北部下来的交响乐团 那他们在这边演出 常常都有过夜的需求 那高雄福豪大饭店 其实是一个 我们从当时开始 就一直是非常 有密切合作 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伙伴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就尝试在 文创商品的部分 我们也有做合作 那另外在去年开始 也有了像现在 我们各位看到 这个主题套房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专案 那这次的住房专案呢 除了在高雄 也特别呢 到了新竹石门 还有西头 让大家可以跟着 可爱的吉祥物 一起北中南玩透透 那另外呢 像暑假 目前的一个住房状况 其实平日呢 大概来到了六成以上 那假日呢 大概有到七到八成以上 那持续呢 还有民众在订房 那相信到时候订房状况 会是更加踊跃 集合充满童趣艺术氛围的暑期旅游 让小朋友在想象欢笑中成长外 也可以实体接触 饭店业者用心布置的亲子套房 打造出满满的魏武营 国家艺术中心童趣氛围 业者同时也将联名住房活动 拓展到外縣市旗下饭店 只要入住 价值超过两千元的周边联名商品 通通都可以带回家 今年呢 那也借由福华大饭店的这个引介 我们的花露露 也就是我们的在同乐节的这个主题人物 还有我们魏武营的代言人之一 或是领路人之一 那他也有了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的欧比熊 那我们今年呢 就很欢迎 不管是高雄或是南部 或是说全台湾的这个亲子家庭们 还有小朋友们 来我们魏武营 从7月6号到23号 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表演 节目工作坊 甚至还有运动竞赛可以参加 那这一次呢 在暑假 饭店也特别洗手 魏武营推出了一个亲子套房的一个住房专案 那在这个住房专案里面呢 大家可以在客房可以看到 我们可爱及乡物后必熊 跟华露露的身影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拿到价值两千元的可爱周边 那这个住房专案像是有一兆人数啊 搭配双人房或是桃花家庭房 那每房的是三千九百九十九元起 那除此之外呢 像入住这个住房专案 还可以享有像是魏武营 童乐节节目的一个购票八折优惠 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在去年就与饭店业者合作 联名专案客房一推出 马上就被抢定一空 今年再度合作 又适逢意后旅游旺季 势必将替国内暑假期间 刷出国旅市场不一样的旅游模式 更因领一波充满艺文响艳的亲子旅游话题 花族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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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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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